61岁成龙与欧阳娜娜热情互动,他脸上笑着,但一个动作出卖了自己。 成龙作为圈内的一个老大哥,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我打场面和经典动作片,但他在娱乐圈的某些作风却深受人诟病。 今年已经61岁的成龙依旧花心不改,近日一组照片更是引起很多网友的热议。 欧阳娜娜作为一个拉大提琴的女神,小小年寂静君娱乐圈,虽然演技着实令人尴尬,但不得不说她的起点和资源还是很高的,这令很多人都枉沉莫及。 这部,近日欧阳娜娜有幸与成龙搭戏,相信知名度会进一步提升。 而成龙与欧阳娜娜在近日携手出席宣传电影活动,两人首次同台亮相,举致亲密。 成龙先是给了欧阳娜娜娜一杯饮料,欧阳娜娜喝了一口,看包装有点像是类似可乐之类的饮品,但看她脸上的表情变化太大,难道这是酒吗? 随后,成龙更是亲身靠近欧阳娜娜,想要在她耳边说些什么,没有反应过来的欧阳娜娜更是脸上带着笑容,但这画风怎么看怎么奇怪。 不过对于成龙来说,这些动作已经是相当熟练了,终于满足地靠在了娜娜的耳朵上,说住两人的悄悄话。 但对于今年才17岁的欧阳娜娜,她是也没有见过这么热情的男演员吧,何况这位还是成龙大哥呢?明显感觉招架不住。 她的上半身和下半身更是弯成了一定的弧度,不经意地往后退,这个动作很明显表示住自己的抗拒。 其实,像欧阳娜娜这样,面对成龙的热情既招架不住,又碍于面子不好得罪的女星还有很多。 除了张子怡,范冰冰两位女星见惯了大场面,大部分女星和成龙在一起的画面还是蛮尴尬的。 但是才17岁的欧阳娜娜居然也没逃过成龙大哥的热情,这话风明显还是让很多网友有点不适应的。 很多网友表示,成龙在圈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,拍戏的敬业程度也是令人敬佩的,但是在与女星活动的方面却是有点过了,也许真的应该稍微收敛一点。 再见 再见 再见